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11月16日,星期一 昨天除了中国签订了RCEP,就是15个国家签订了RCEP以外,还发生了一件蛮重大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香港的大公报 香港大公报是一个比较主张正义的一个报纸 他是属于比较亲大陆吧,亲共吧,应该是这么说 那他昨天呢就做了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里面就说呢,从权威的管道或西 就是这个消息呢还是非常可靠的 说中国大陆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对涉毒言论嚣张,谋独行径恶劣的顽固分子 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 采取严厉制裁等有效措施 就是中国大陆呢要制定一个清单 在这个清单里面就包括谁呢 包括涉毒言论嚣张 就跟着叫嚣,台湾应该独立 台湾要独立,要建立独立的台湾 或者说呢,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或者是台湾这个国家等等的吧 这样的言论应该是属于比较嚣张的台独言论了吧 如果谁有这样的言论的话呢 就会上这个清单 那还有谁呢 还有就是谋独行径恶劣 我认为,比如说在英文政府 修改教科书啊 教科书里面搞一些台独的内容啊 或者是联系美国呀 要求美国的高官到台湾来访问啊 以突破这个反分裂法的底线啊 等等的这些吧 这些顽固分子 还有他的君主 有一些主张台独的 他们呢,只是一些顽固分子 那他们来做这些事情的话呢 他们是背后有君主的 他因为他做这件事情 他并不挣钱,对吧 并不创造价值 那他也得生活呀 得有这个活动经费呀 那就有人给他呢 提供金钱上的支持 这就叫君主 这些君主呢 也会上这个名单 其实我建议呢 就是所有的 因为我昨天呢 我看了美国的那个宪法 就川普提出来的 那个美国宪法第二章 第二条第一款里面所说的 说有些人呢 不能成为他们的选举人 其中呢 后来的修正案里面呢 还说了 凡事谋求颠覆美国 破坏美国的国家安全 以及呢 给这些人提供资金支持 或者是让这些人呢 comfort 他用了这些词啊 comfort 让他们比较舒服 所谓舒服 就是说他们做这些事情呢 有可能会受到打压呀 什么之类的 他们会比较困难 他们呢 就会比较难受 然后你如果让他们不难受 让他们comfort 很奇怪 他的法律里面是这么规定的 都不行 你让他们舒服了 就都不行 中国的这个呢 就是只是金主 才上这个名单呀 就是所有的让这些台独分子们 让他们容易 让他们舒服 这些也都不行 我认为 那还有呢 就是会对他们采取严厉制裁等有效措施 将对上述情形者 依据中国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 刑法和国家安全法有关的分裂国家罪等条款 绳之以法 并终身追责 也许呢 暂时可能抓不到你 也许呢 暂时没有办法对你追究责任 但是呢 你逃得了初一 你逃不了十五 只要你还活着 什么时候能把你抓到 什么时候向你追究这些责任 这个呢 还是很严厉的 那这个消息呢 出来之后 其实这不是一个官方的消息 大公报说呢 据可靠的权威的渠道 对吧 他就是报告这么一个消息 他并不是说一个权威的 肯定不是中国官方的一个公布 他就不是一个公开化的一个消息 但是呢 这个消息被广泛的引用 就连这个胡锡进 那个环球时报 也讨论了这件事 但是呢 中国大陆的官媒 以及官方并没有就这件事情呢 出来做说明 但是这件事情呢 引起来的这个震动啊 着实的不小 那台湾的中央社 对这件事情呢 也做了报道 他们不仅做了报道 中央社呢 还向台湾政府来求证 那台湾的大陆委员会 也就是台湾的陆委会 他们呢 还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 非常正式的 以一个书面的形式 回复了中央社的问询 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呀 中共是极权专制国家 在极权 没有蔡英文极权 在专制 没有蔡英文专制 中国做任何的一个决定 至少得有七个人 他的中共中央的常委呢 是有七个人 至少得有这七个人来决定 这是一个集体的决定 并不是专制 然后他还说呢 始终用用武力 霸凌与强制法律手段 来威胁对待 与其意见不同的人士 这纯属是污蔑 并不是说在大陆 有不同意见的人士 就一定会被抓 并没有 如果是你试图颠覆政府 你试图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话 你就会被抓 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的 台湾呢 这就是污蔑 让你听起来好像是中国大陆呢 凡是有不同的意见 一律都给你抓起来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还说 对岸刻意操作此种极端偏激的议题 意图恫吓台湾自我缩线审查 制造两岸对立情绪 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个呢 并没有制造两岸的对立情绪啊 只是说有些人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那你就会上这个名单 那有些人呢 你就会小心点 那你要是不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不谋求台独的话 那你肯定是安全的 肯定没有问题 这是给大陆呢 扣上这样的帽子 说制造两岸对立情绪 并没有 跟很多老百姓 企业家 工商界 社会人士 演艺圈 所有的人都没有关系 倒是民进党政府呢 制造了很多的对立情绪 制造了一些白色恐怖 破坏了台海的和平稳定 然后他说 中华民国是民主自由国家 台湾人民坚定既有的主体意识 与价值理念 不会因威胁而让步 那这里面呢 我们就注意到他们的用词 这个用词呢 我认为他在这个书面的回应里面呢 他的态度是软下来的 蔡英文呢 经常说 我们国家 说台湾 又暗示这个国家 说台湾是一个国家 经常是这样说 但是呢 在这一段书面的回应里面呢 没有提 反而是提呢 强调中华民国 是民主自由的国家 说台湾人民坚定既有的 主体意识与价值观念 这也没有关系 这就是一直大陆就希望说 一国两制 对吧 说你想 还有你那种体制呢 你就用你那种体制 一国两制 大陆从来没有说 就要剥夺 就要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 和政治体制 从来就没有 这个是一国两制的意思啊 否则的话还提什么一国两制啊 对不对 主张一国两制的是大陆 不是台湾啊 你相当于说台湾人民 坚定既有的主体意识了 和价值理念 可是很长时间以来 这个蔡英文政府拒绝跟大陆谈啊 根本就不谈啊 大陆的好多的媒体 一些自媒体人啊 一些有识之士啊 都在奔走啊 努力呀 敦促啊 希望蔡英文政府呢 能够和大陆呢 进行沟通 好 接下来陆维会说 北京当局唯有放弃 非理性 非和平的方式处理问题 要用武力早就用武力了 对不对 北京如果主张用武力的话 还费人家话干什么呀 对不对 正是两岸分治现实 与尊重台湾民意 大陆是正是这个现实的 所以呢 就提出来 我们来谈 搞一个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 对不对 现在你提出来说 正是两岸分治 说真正思考正向明治之举 以务实沟通化解政治分歧 务实沟通 是谁不沟通 我刚才说了 台湾好多的有识知识 都在敦促台湾政府 能够跟大陆进行务实沟通 是蔡英文坚决不沟通啊 她只跟美国沟通 她不跟中国大陆沟通啊 还有化解政治分歧 这不是政治分歧 你搞台独 这是一个主权问题 这是一个领土问题 绝不允许你搞台独 现在说的这个名单 是指台独啊 不是政治分歧 说大陆想一国两制 然后你不想一国两制 你想怎么招 对不对 都没有关系 你都可以提出来 这个政治分歧 提出来没有关系 务实沟通 这是大陆所希望的 是蔡英文所拒绝的 就是蔡英文老是这么 说一套 做一套 倒打一耙 车不路话 来回说 对吧 现在大陆强硬了 然后呢 她就有点软下来了 我认为她这些话里面呢 是有软的 一个是呢 她就强调中华民国了 告诉人说 啊我不是台独 我不是强调台湾 我不是台独 中华民国 然后呢 又说 以务实沟通来化解 政治分歧 这难道是一个态度吗 务实沟通 难道说 从现在大陆说 好 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沟通 蔡英文政府 能够进行沟通呢 我认为这种方式啊 这都是把大陆中央政府 逼的是没办法了 光来那些软的 哄着是不行了 必须得来一些硬的 这就是一个硬的 我们再结合呢 就在同一天 中国大陆呢 和其他的14个国家 所签订的那个RCEP 那个RCEP呢 就完全把台湾呢 给孤立了 我刚刚还做了一个视频 就讲了那个RCEP 对台湾的一些不利 会对台湾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台湾在这样的一个被孤立的环境之下 他的经济将来会怎么样 我的结论就是他死路一条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还没有看我那个视频的话呢 你可以去看看我那个视频 如果你已经看过了的话 你应该是知道我的意思 台湾真的死路一条 那现在呢大陆有说 你如果说一意的搞台独的话 包括背后的君主 如果你搞台独的话 大陆都会进行制裁的 终身来追究你的责任 这是一个刑事责任哦 如果你不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话 两岸统一因为是迟早的事 肯定是要统一的 或早或晚是要统一的 等到统一之后 会向你们追究刑事责任的 所以有些人呢可能就得想一想吧 更何况你台湾的那些金主 在RCEP这种环境下 你的金还能有多少 你的金是不是只减不增了 越花越少了 你自己可能也得考虑一下吧 我相信呢这个RCEP啊实行了之后 在不久的将来 台湾呢很多的企业家 他们就会离开台湾 如果台湾不改变他们的态度的话 他们会离开台湾 到大陆去 或者到东盟的那些国家 那些国家都离台湾比较近 对吧 到哪去都行 但是到大陆是最好的 我相信他们会选择去大陆 现在在大陆的台湾人呢 就有三百万左右 其中有两百万是在大陆工作的 工作或者做生意的 其实在有一些领域 比如说演艺圈 比如说工商界 比如说有一些民间 两岸实际上都已经统一了 大陆根本就对两岸人员的交流 没有制定任何的限制 没有制定任何的障碍 是台湾制造了很多的障碍 而且蔡英文政府呢 在台湾制造了好多的白色恐怖 现在呢 看来大陆已经是开始放弃幻想 放弃了和平统一的幻想 现在来硬的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但凡是有和平统一的希望 估计大陆呢 又软下来 就是这样的 但凡是有希望 大陆还是追求和平统一的 采取各种的办法 就好像是家长教育孩子的似的 有的时候呢 你徐徐善诱 好言好语的跟他说 他就是不行 然后呢 你就可能是跟他翻脸 去吼他 对吧 去骂他 去训斥他 如果还没有效果的话 有的时候呢 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那就要挨打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你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